他是人人畏惧的白鬼主帅 曾因放火屠城被百姓称作人屠将军 而他是伪装成美人来刺杀他的卧底 十年之前梅林的父母死在了那场大火之中 根据那块令牌梅林知道放火者正是慕容景和统领的威北军 于是装扮成乞丐来到王府想将慕容景和除掉 殊不知自己能力有限随后 他的双腿就被景王使用剑弩射伤 自此之后他就进入暗场受训多年 直到有一天暗场主人命令他 混入西烟和青团刺杀大盐三皇子慕容景和 可当到了城门口不仅无人迎亲 竟还出现了很多死人用的纸钱 就在大家的注视下 化身迎亲时的慕容景和缓缓出现 对于西烟公主的质问 他也只是说这漫天纸钱 只是为了送陪伴自己数年的宠物 小七是什么人 这王外养的一只龟 你居然敢骂我们是王吧 就在这时慕容景和的小狗 跑到梅林的脚下突然停下 他当即指认梅林进府服侍自己 为了尽快将慕容景和除掉 于是他在深夜悄悄潜入王府 经过一番探查 竟没有发现景王的身影 就在自己想要离开时 竟遇见另一位想要刺杀景王的黑衣人 二人经过一番较量 黑衣人明显不是梅林的对手 只能选择逃走 杀你的人真不少 但你必须死在我手里 当梅林刚要离开的时候 听见丫鬟们在为景王要预做准备 随后他便来到慕容景和的身边 然而他的出现竟让一向警惕性很高的景王 起了戒备心 当看到梅林的时候 他才将手中的剑弩放下 就在梅林手握簪子靠近景王时 竟被一把拽入水里 梅林瞬间发觉水中放油软金伞 紧接着景王使用簪子将梅林刺伤 此刻店外的流中看见有刺客出现 便让侍卫保护景王 梅林听后于是主动向景王表达了自己的爱意 当众人赶来看到眼前的一幕时 只能默默离开 就在此刻景王却在梅林的面前站了起来 随后转身离开 这时梅林发现景王的腿残竟是假装 另一边得知慕容景和即将回到京城的太子慕容玄烈 为了大言储君之位想将他除掉 当和亲队伍刚进京城就遭到百姓们的拦截 随后孩童们纷纷唱出景王当年对青州惨案的歌谣 因当年十万亡魂惨案令百姓们对他恨之入骨 然而他却无动于衷 随后他便拿出银两让孩童唱自己修改的歌谣 就这样太子给搭好的戏台 被慕容景和轻而易举的化解了 当到了王府梅林亲眼看着景王身边的侍卫杀了一个男子 从他与男子的对话中 似乎这青州一案的背后另有隐情 回去后梅林拿着现在的景王令牌 和十年前放火人丢下的令牌比较识 他发现两块令牌的声音竟然不一样 就在这时一只乌鸦飞过 梅林知道这是暗场主人召见自己的方式 第二天西烟公主带着和亲美人敬见大颜皇帝 而今天也是梅林独发的日子 为了不让众人看出异样 他竟使劲地用簪子刺伤自己 当到了宗室挑选美人时 太子慕容悬猎故意选中慕容景和看上的梅林 当太子拿出玉佩赏赐他的时候 景王当着众人的面站了起来 然而这一幕竟让皇帝和太子大吃一惊 父皇 儿臣心系美人 怕被大哥选走 一时心急 轻然站了起来 就在他来到梅林的面前时 不是哭声追凶 我有证据 景王 说完这句话 梅林故意刺伤景王使自己背情 醒来后的慕容景和趁机说 西烟断然不敢公然行刺 而是这京城之中有人想杀死自己 并把这个烫手山芋扔给太子调查 其实慕容景和知道梅林刺杀 肯定会暴露他莫迈死士的身份 跟着这条线索会很快查到太子手下的张印头上 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等着张印动手 一旦张印杀人灭口便坐视刺杀皇子的罪名 到时张印肯定会找太子求主 而那时的太子定然不会为了张印自毁前程 那么留给张印的就只有一条路 开口烦咬东宫 就在这时太子请景王去烫大牢 当着他的面太子对梅林用尽很招 但梅林始终都不肯说出背后之人 并趁机暗示景王自己绝不能死 出来后的景王故意给张印透露 说梅林确定是他手中的莫迈死士 并把他眼前的处境给分析出来 慕容景和之所以如此 就是要怂恿张印对梅林动手 之前梅林应遇前行刺被关进大牢 但大仇未报他知道自己绝不能死 为了自救梅林用十年之前青州冤案的证据 让景王想办法就自己出去 因为他知道当年放火屠城的绝非慕容景和 我亲眼看到了纵火之人 令牌是假的 第二天景王找到皇上 他直言梅林身份特殊 不论青州遗孤还是和亲美人他都不能杀 至于梅林之所以当众刺杀自己 更是因为先前他曾无理造型 所以此事与青州无关 更与西燕和亲无关 你并非荒唐好色之人 这个借口不足以使人羡慕 就在这时西燕和亲的燕妃也找到皇上 他指控景王欺负梅林对西燕无理 燕妃的话无疑比景王说的更让皇上幸福 就这样梅林被设死罪 但御前行刺还是要处以鞭刑 一旁的太子知道死期一旦变成火起 就说明他对景王的用处很大 于是便让刑罚之人下手狠点 然而景王早就料想到太子的计谋 他以自己要亲手结束这段恩怨为由 亲手拿着鞭子抽打梅林 这根不够粗 太细了 这根还不错 看似鞭子狠狠地打在梅林身上 但那只是表象 景王不顾自己的身体强行运功泄力 所以梅林真实的受力并不严重 三鞭打完从此两人恩怨两宵 景王更是在太子的眼前 公然地把梅林抱了回去 回去后梅林告诉景王 那块假的威北军令牌 就藏在红炉寺的树下 令牌是不是可以治人真凶 以毒发将治 青州的仇 本王一病报了 然而末脉之毒即将毒发 唯有能解百毒的赤福子 才能救他的命 巧的是得知景王遇刺 从小便喜欢他的将军 火速回到京中 而他手中正好刚得了一件宝贝 就是那个能救梅林的赤福子 为了这位要 景王第一次主动上门 带着礼物来看他 这就是你来将军府的目的 赤福子虽能解百毒 但同样也可以让人产生幻觉 因若梅以为景王一蹶不振 起初他是拒绝了景王的恳求 但他手中的匕首 乃是又是景王所赠 于是慕容景和便以回礼为要求 得到了那瓶很是珍贵的解药 可他刚出来就听到张应 去文华阁的消息 更关键的是梅林也去了 一听这话 景王没有一丝犹豫的快速赶去 同时文华阁内的梅林 听到了张应让一女子 帮自己逃去西燕的消息 他更是看到了女子驳梗处的不同 然而女子刚走张应 就集结了所有的莫迈死士 告诉他们景王已经察觉 青州一案和莫迈有关 张应让所有的死士 暂停行动隐藏在民间 同时太子也派人来到这里 他要做的就是要把文华阁内的人 全部杀掉 然而梅林知道莫迈 就是暗场的主人 他断定张应就是屠杀青州的真凶 梅林不顾一切的去刺杀张应 而张应也趁机看到了她的真容 此刻楼上太子的人 拿着火箭把人一个个的烧死 这情景宛如当年的青州惨案一般 梅林来不及多想 他看到一旁的赤夫子时 便跑过去扶下 但不巧却被倒下的架子砸到 太子的人以为没有火口 便尽数撤退 而梅林艰难的爬起来向外逃生 可不想却再次从楼上跌落 就在这危机时刻 骑着马赶来的景王再次把他救下 然而因吃下赤夫子 所以梅林的脑中出现幻觉 他更是把景王看成一棵蜂香树 还使劲地咬他的耳朵 疯了 说都不灵了 回去后的梅林再次出现幻觉 经过查看他体内的末脉之毒 并没有解除 只是赤夫子的药性 使中毒的症状暂时消失 因他体质和寻常人不同 在流浪求生的时候 吃过太多服务导致身体受损 倘若强行解毒再次服用赤夫子 会令他暴毙而亡 想要救他必须及其很多的珍稀药材 可是找其绝非意识 如今梅林却只有一年之期 怕是很难等到 苏醒的梅林看见手臂上 消失的末脉之毒十分高兴 就在这时景王推门而入来到他的面前 让他将自己在文华阁看到的 所有事情说出 随后他将听见张印要求 所有的末脉死 是停止行动的事情 告诉了景王 其实梅林发现张印并没有死 而是从逆岛逃走 经过他和景王的一番分析 发现那位神秘女人就藏在红炉寺 很快在月琴的帮助下 他顺利地进入红炉寺学习大眼里 可是多日的探查 他始终都没有找到可疑的女人 此刻他与景王怀疑女人脖子上的 勺药花是画上去的并不是慈青 而他这么做就是为了遮掩伤痕 随后景王让他继续探查 作为联系还交给他一件信物 另一边的太子也得知 那晚文华阁逃走一个女子 并且那女子的功夫是出自西烟 于是太子便找到皇上 以文华阁失火自己失察为由 请罪到红炉寺帮助月琴公子讲学 然而景王知道他去红炉寺的真正目的 所以便趁机也让皇上答应自己一同前去 兄弟两人在皇上面前很是和睦 随即皇上便让两人一起去祭奠已孤的皇后 看着这熟悉的一切 曾经的回忆再次出现在眼前 小时候景王就经常被太子诬陷 害他被母后责罚 而此时的太子还巧言吝啬的装无辜说要赔罪 梅琳在学习礼仪式结交了好友阿代 得知梅琳是青州已孤的阿代 专门为她做了她爱吃的灯果饼 当梅琳吃得津津有味时 却发现阿代烫伤的手腕 你说怎么了 不要紧了 我做灯果饼的时候不小心烫伤了 没想到第二日阿代就暴毙而亡 可是经过武作一番查看 发现她是因为吃了金猴骨导致的毒发身亡 然而梅琳却不相信好友阿代的死因 便暗自发誓要为她查出真凶 夜里尚嬷嬷来到郊外想将毒蘑菇销毁 却被梅琳发现 当梅琳追问杀害阿代凶手的时候 竟发现她是因手臂上有烫伤才被人误杀 得知尚嬷嬷不是凶手 随后梅琳便将她一掌打晕 此刻来到厨房的梅琳看到桌子上的灯果 并想到好友王死很是伤心 为了替好友报仇 她把烧红的铁钳子将手臂烫伤 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将真凶再次引出 如今想要查清楚尚嬷嬷背后的主谋 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找到张印的下午 梅琳担心他们继续滥杀无辜 于是告诉锦王 自己要去做文华阁跑掉的那个女子 上嬷嬷为了帮太子找出文华阁逃跑的女子 于是借助自己教西安美人刺绣之时 趁机查看他们的手腕 然而梅琳为引起上嬷嬷的注意 便故意露出烫伤的手腕 当上嬷嬷看到后认定她就是太子想要找的人 随后就让丫鬟将她带到房间休息 怎料嬷嬷却已因损坏先皇后遗物的罪名将她灭口 此刻房间里已经有人提前准备好的白领 梅琳察觉出异样后将头上的发簪拔出准备反击 怎料房间内竟是锦王令她很是意外 此刻两位杀手已经被锦王打昏在地 随后她迅速将面前的绣瓶划破斥责梅琳 嬷嬷得知后想要严惩梅琳 可是锦王却称是自己看到一只野猫往绣瓶上破 梅琳为了阻拦夜猫才不慎将绣瓶划破 嬷嬷听后只能作罢 因绣瓶是先皇后最后的作品极其尊贵不易挪动 于是月琳向锦王提议让梅琳在此禁足 然后将绣瓶修补完整 锦王听后便将此事交由月琳进行看护 为了将绣瓶修补好梅琳找遍了相同颜色的绣线可依旧没能找到 而月琳则向那位府借了先皇后的绣谱连夜抄下来交给梅琳 然而就在她刻苦练习针法时却意外发现绣瓶藏有暗闻 于是将此事通知了锦王经过她的一番查看 发现这些暗闻竟是威北军其语 原来皇后一直都相信自己儿子绝非屠城之人 之所以替她认罪也是为了锦王能够活下去 那一句纵是阴阳相隔 而申太母魂安让锦王很是心痛 其实太子本就想利用先皇后的绣瓶设下圈套 倘若锦王不提前动手估计这幅绣瓶很快就会消失 梅琳为了不让锦王留下遗憾打算尽全力修补绣品 就在她为了没能找到相同颜色的绣线发愁之时 竟无意间在锦王衣服上找到了相同的线 随后她将衣服上的绣线拆下修补绣品 可是一向习武拿剑的梅琳对于真法还是有些不足 慕容锦和健壮只好亲自修补 原来儿时的锦王因顽皮经常被母亲罚战 时间久了她便学到了一些皮毛 很快锦王就将绣瓶修补完整 此刻梅琳也看到了不一样的慕容锦和 如今绣瓶已经修补完整梅琳打算离开 而锦王担心凶手会再次对她动手于是让她继续留下 就在这时锦王得到消息 一个自称美娘的人常在黑市购买美副完 此人脖子上就有勺要花的痕迹 能见人怕得傲娇王爷睡觉不仅怕黑 甚至还有着一身的洁癖 眼看她毛病这么多 梅琳索性趁机将她打晕 第二天一早当锦王醒来后 她看着若无其事的梅琳很是生气 长这么大以来还没有人对自己如此大胆 王爷昨晚睡得好吗 不好 可王爷打哼了 锦王虽然嘴上不饶人 但不得不说这是她有史以来睡得最安稳的一觉 当吃起梅琳拿来的酥饼时 锦王因那酸涩的味道吃不下去 可梅琳却一口一口的吃得很香 直到她说出自己的舌头尝不出味道时 锦王的心中才有了一丝丝的难过 十年之前青州的一场大火夺走了梅琳的父母 废墟之中她只找到母亲的簪子 以及那被火烧得看不出样子的酥饼 自此之后梅琳的味觉便消失了 食物什么味道不重要 吃饱最重要 梅琳的样子让锦王很是心疼 但也就是在这时 她收到美娘会在上四节约见张印 于是锦王便让梅琳准备与她一起在上四节拿人 出来后的慕容锦盒还不忘吩咐青燕 去找为自己置腿上的赖头狼中配一副治疗味觉的方子 上四节的晚上锦王带着梅琳一起来到街上 她带着梅琳玩过好多她从未玩过的游戏 同时青燕查到美娘和张印的见面地点在福方斋 然而锦王没有料到张印心机很深 她居然对美娘起了杀心 命人在火龙游街时解决美娘 并且在福方斋的对面暗中观察一切 另一边得到消息的锦王本想去福方斋 哪知居然在街上碰到了太子和喜欢她的阴洛梅 于是为了早点脱身 锦王在洛梅面前故意表现出很是轻浮的样子 就在他们离开后 梅琳从一个过路人的身上闻到了硫磺的味道 一路追踪到那人在轻一格消失 看着那扇紧闭的窗户 锦王猜测张印定是想借着火龙将美娘灭口 随即锦王便带人去解决张印 并让梅琳留下丁锦美娘 可当他们刚走 梅琳竟发现来见美娘的居然是月秦公子 恰巧此时外面火龙游街开始举行 没有时间的梅琳只好闯进屋子扑倒他们 这才躲过了张印早早不下的火箭 随后梅琳又打扮成美娘 把钱来拿路牌的张印行住 星州真凶还有谁 魔龙金科就是他 虽然梅琳没有从张印口中知道真凶 但他还是看到美娘就是月秦身边的舒默 另一边的舒默不胜重见 他接近张印本想帮助月秦把梅琳送走 可不想却被他蒙天连累自己的主人 然而舒默身中剧毒只有三天的生命 临死之前舒默告诉月秦 之前张印让他走私到西燕的东西 他又偷偷运回大盐矿场 于是他猜想矿场里一定藏有太子的把柄 从张印的口中 锦王得知当年知晓太子星州屠城的人只有谋侍李青 并且到现在为止太子还以为李青已经死了 所以张印便用李青来请求锦王留自己一命 同时月秦料理完舒默的后事 把他留下的书信交给了梅琳 可当锦王知道后居然吃错了 为了帮梅琳还情报恩 他不惜把舒默的罪行抹去来保住月秦公子 因上四节那晚太子对锦王的行踪起了疑心 锦王想借助梅琳的生辰打消他的怀疑 于是让人将只有在遥远边境才能欣赏的蓝色星河展现在昭金 然而这一幕再次坐实了他对梅琳宠爱的程度 也再次上演了自己荒唐的一面 原来蓝仓将有意传闻 只要凡间情侣见到这蓝色星河便可以长相厮守 当锦王发现太子路过的时候立马将梅琳揽入怀中 因为想要彻底打消太子的疑心 二人必须假戏斟作 随后锦王还让人专门做了梅琳爱吃的灯果饼 一场大火令他失去了味觉 第一说过你的舌头不能吃 只要按时吃药会好的 原来太子早就在红炉寺安插了眼线 很快太子就知晓梅琳失去味觉的消息 经过手下一番探查得知上司节那晚 锦王只是为了帮梅琳看病 老三是动真情了 他爱上了自己的棋子 太子指使当初被故意烫伤的十个美人 叮嘱他们要咬定是受到锦王的威胁 联想到这些日子锦王对梅琳的宠爱 殷洛梅断定这些都跟梅琳有关 于是他便把梅琳请到自己的将军府 只见他一来殷洛梅手下的将士 就指认梅琳是吸烟密探 并且他手腕上的伤痕就是证据 将军凭什么动私刑 就在这时殷洛梅出现阻止了他 虽然殷洛梅不喜欢梅琳 但他并不是滥用私刑公报私仇之人 而锦王知道梅琳被抓后 他第一时间来到殷洛梅的府邸 并不由分说就要把梅琳带走 但殷洛梅直言自己之所以抓他 是因为自己接到密报 说有人逼迫吸烟美人做探子监视官员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手腕上被烫伤的疤痕 事已至此为了不让洛梅掺和此事 锦王二话没说便单下故意烫伤美人的罪责 有人故意极度使坏烫伤阿梅 必须要以牙还牙的报复回去 锦王知道只有自己赢了这局 才能保住那十个女子 而破局的办法只有把张艺杀点 锦王为了尽快找到李清的下落 于是让青燕混进西山矿场 此刻假扮侍卫的他竟无意间在地牢发现了李清 可是西山矿场的卢林军杨振早已经投靠太子 想要卢走李清并非意识只能从长记忆 就在此刻被锦王关押的张艺却逃出了王府 因他是指认青州纵火案的唯一人证 锦王不可能就此放手 很快太子也收到张艺逃出锦王府的消息 为了不让锦王得到他 太子想将张艺彻底灭口 锦王得知张艺朝中临坡方向逃去 于是让梅林假扮张艺把太子引开 怎料梅林在逃跑时却被太子射伤 当他躲到树林时竟发现了昏迷的张艺 随后梅林将身上的剑拔出刺向张艺 紧接着使用碧气学让他进入假死状态骗过太子 然而太子为了不让锦王发现张艺便命人立刻将他带走 就在这时锦王出现在他的面前 此刻张艺背上的剑有着东宫的标志 足以证明太子就是凶手 就这样锦王如愿得到了假死的张艺 也保下了西烟那十个美人 然而因为密探的事情 险些破坏了西烟与大盐的和平 皇上对于太子很是不满 并且指责他作为大哥不但不照顾冰弱的弟弟 还在不调查清楚的前提下诬陷锦王 此刻太子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认错 或许皇上内感不公地称 才是让他对自己弟弟反目成仇的关键所在 因梅林被太子射伤 锦王很是担心于是亲自为他上药 就在此时锦王对梅林再次产生了不一样的情绪 然而令锦王意想不到的是皇帝打算为他和殷洛梅赐婚 梅林在送好友月琴离开大盐之时 无意间发现护送的侍卫中混有太子的暗卫 他担心月琴会遭遇不测于是暗自保护 可是当他推开门却发现好姐妹被杀害很是难过 怎料月琴竟将发生的一切事情推到锦王身上 此刻心灰意冷的梅林想找到锦王问清楚此事 他没有想到锦王会为了报仇不择手段 想到当初二人一起奔赴的目标如今变成这样可笑至极 对付屠杀了十万百姓的凶手 还要抢救手段 就在这时梅林下定决心要与他分道扬镳随后转身离去 紧接着清燕就将和亲美人灭口的消息告诉了锦王 经过清燕的分析发现月琴有可能和太子达成共识 当锦王赶到驿站时发现西烟使团已经离开 经过一番查看他发现桌子上的粉末 是西烟独有的碧气丸于是联盟找到月琴 随后他猜测被灭口的和亲美人并没有死 为了解除梅林对自己的误会 他让美人们给他写封停安心 殊不知月琴早已经写好了书信 可是他并没有想到锦王会找到自己 月琴不想梅林担心于是让锦王把书信交给他 很快锦王便来到芳华阁将信交给了梅林 当他看完书信后依然没有原谅锦王 然而皇帝却一心想要撮合锦王和英洛梅林 于是借助春烈让他选择自己喜欢的人 原来梅林也知道了李清的藏身之处 他打算在春烈当日混进西山矿场卢走李清 其实锦王也要在春烈这天带走李清 他想制造自己在围场遇险失踪的假乡让皇帝担心 之后他就会拍驻扎在西山矿场的卢林军协助搜山 到那时便是轻艳带走李清的最佳时机 即使梅林身穿男装混进围场 可是他的美貌依旧遮挡不住 很快他的身份就被世子发现 就在这时锦王突然出现 锦王的女人你也敢碰 信不信本王废了你 然而另一边想要取走锦王性命的太子 殊不知已经进入锦王设下的圈头 随后太子将西烟战俘放出制造混乱 倘若锦王死在他们手里这边合情合理 紧接着二人就坠入悬崖 其实锦王早就知道悬崖底下有深潭 他想借此脱身 锦王为了保护梅林被毒蛇咬伤 很快他的下肢就被毒液麻痹 就在这时梅林发现锦王尿失尽连忙上前帮忙 可是锦王却不想让梅林看到自己狼狈的一面 于是让他赶紧离开 其实梅林并没有离开 而是来到树林四处寻找藤条 为他编织了藤影 随后还将他带到一处山洞帮他解毒 为了让锦王安稳入睡 梅林帮他寻来山茄草住棉 当锦王看着梅林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 心中暗生情愫 另一边得知锦王失踪的殷洛梅 带着虎夫来到西山矿场找到守将杨振 让他派卢林军前往陆山寻找锦王的下路 就在这时矿场的战俘纷纷出逃与士兵对抗 其实这一切都是太子的安排 他让杨振想办法将殷洛梅拖住 而清燕则趁着混乱之际将李清带出了西山矿洞 然而在殷洛梅和侍卫的协助下 很快就将闹事的战俘制止 其实杨振故意放出战俘的计谋 早就被殷洛梅识破 当他质问杨振的时候 他却将所有的事情推到了手下头上 可是殷洛梅并不关心他们之间的内斗 此刻的他只希望杨振尽快出兵找到锦王 另一边的太子也在极力寻找锦王的下落 于是放出海东青进行搜山 随后还让人设下关卡拦截清燕 想要将李清带走 并非意识于是传信锦王让他帮忙 设上海东青计划有变 清燕有危险 当太子看见海东青被设死的位置 判断出锦王就藏在中山 紧接着集结所有的人前往 此刻锦王带领梅林和威北军就不提前设下机关 等待太子出现 很快太子派出的暗卫就找到了锦王的下落 然而就在梅林和锦王的配合下将暗卫打了个措手不及 可是太子派出的暗卫逐渐增加 此刻所有的弓箭手都已瞄准锦王 威北军的救部旁骑为了保护锦王被乱箭射死 就在这关键时刻 清燕赶来将剩下的暗卫除掉 锦王借爱将为保护自己而死很是难过 面对暗卫的逐渐靠近梅林和清燕只好将锦王带走 为了分散太子的注意力 锦王让清燕去削晕风 太子清楚锦王的性格不可能坐以待毙 于是命人继续搜山 就在这时他发现锦王的传信烟火位置出现在削晕风 随后便带人赶了过去 其实锦王和梅林并没有离开 他知道太子急切想取自己性命 必定会赶去削晕风 想要保住性命 锦王和梅林必须要赶回路山 太子得知锦王要到达路山需要五天的时间 于是派人将有毒的动物尸体投放到河里 太子想要困住锦王必定会继续偷渡 如今二人只能等待清燕的营救 梅林与慕容锦和被困在山中三天三夜滴水未尽 仅有的一条河水却被太子投了赌 此刻虚脱的二人已经到了极限 如今他们的命运再次息息相连 然而太子为了不让锦王再次出现在皇帝和殷洛梅的面前 于是将一位身形酷似锦王的士兵打死 随后将他的脸击毁带到皇帝和殷洛梅面前 直到看见手上的班纸皇帝才确信眼前的人就是自己的儿子 而殷洛梅却坚信这具尸体不是慕容锦和想要继续寻找 怎料十几年狩猎的陆山竟然下起了大雪 此刻又冷又饿的二人被困在漫天的风雪中 梅林担心奄奄一息的锦王睡着便不停地呼喊他的名字 梅林不想慕容锦和遭受冰冷的大雪 于是用自己瘦弱的身躯为他遮挡风雪 当梅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 终于等到了前来营救的清燕 然而梅林和锦王凭借着强大的复仇执念将死路走成了活路 如今唯一只小青州纵火案的李清却得了失心疯 经过大夫查看后发现可以将他治好 因太子利用假尸体充当锦王皇帝相信后撤走了所有的禁军 为了不让太子找到自己 锦王打算继续留在这中山深处的世外桃源 直到李清治好 随后他让清燕回到王府操办丧事只有这样自己才能安全 因梅林三天没有合眼如今一直在补觉 锦王听到他在睡梦中要唐人于是前去采命 可是睡梦中的梅林不仅想要吃唐人还想听歌谣 锦王为了满足他只好勉为其难唱起歌谣 没想到梅林却被这难听的歌声吵醒 一边安全回到西燕的皇子月庆 发现掌管运输的大祭司助理竟是孪生妹妹朱顺假扮 因他极度姐姐的才华亲手将他杀死之后取而代之 月庆为了成为西燕少君借此事威胁他 倘若让自己坐上少君之位大祭司便能长存 如果没有梅林相助锦王走不出这绝境 此刻他承诺梅林只要他所求自己当永泉相报 我们两个是同盟 梅林与慕容景和在碧市村过着日出而坐日落而息的幸福生活 然而他的美貌和勤劳却令村子里的小伙对他一见钟情 为了拒绝小伙的好意梅林告诉他自己已经澄清 听见梅林被表白锦王连忙上前宣誓主权 我是他男人 梅林知道锦王有睡觉不熄灯的习惯 而村民们又舍不得浪费灯涌 于是带锦王到树林桌留营帮他助眠 二人见村子正是丰收之际于是赶来帮忙 因锦王身体虚弱被大娘拒绝 他担心梅林的手被草叶扎伤 于是拿起针线为他缝制了手套 还亲自下厨给他做布品 为了不让太子有所察觉 亲眼回到锦王府为他办起了丧事 而太子却依旧没有放弃追杀锦王的念头 锦王的离世令皇帝很是伤心 他也察觉到此事与太子脱不了干系 得知太子在寻找梅林变派与灵魏暗中跟踪 这怀疑太子找梅林是为了灭口 太子为了得到阴落梅于是找到阴贵妃相助 可是膝下无子的他 考虑到自己的后半生和阴家最终答应了太子的请求 阴贵妃为了撮合他们二人 将阴落梅带到太子为他见的万安堂 原来阴落梅的每一次出战太子都为他欺负 这么多年以来从未见断 其实太子的真心阴落梅早已知晓 只是他现在还无法接受太子 然而李清在大夫的精心医治下恢复心智指日可待 锦王与梅林的感情也在逐渐加深 如今的幸福生活也正是梅林所向往的 他希望青州一岸了结之后这样的生活一直过下去 另一边的月秦在大祭司的帮助下成功登上西烟少军之位 此刻的月秦代表着日昆仑转世 想让西烟国座长存就要找到月昆仑转世的少军妃 经过大祭司一番查找发现神女就在大言招惊 然而一向信奉天神的主军让月秦立刻动身将未来的少军妃找到 梅林 我的少军妃 等我回来 谁能想到战功赫赫的王爷为了当罪序静下厨当起了火腹 随后还借助九燕向梅林表白直言自己要当上门女婿 然而她的一片真心终于得到了梅林的回应 哇 慕容景鹤 做你们家的追戏 你真的愿意吗 我说的每句都是真的 此刻经历波折的二人约定 搬到太子后就回到青州过梅林喜欢的生活 另一边的太子趁景王下落不明打算让皇帝赐婚将殷落梅嫁给自己 可是殷落梅手握兵权皇帝不可能让她成为太子妃 于是太子联和殷贵妃给殷落梅下迷惑心智的药 在要效的催促下殷落梅主动投入太子的怀抱 就在关键时刻太子改变了主意 推开落梅拿起发簪将自己的腿刺伤 以此来博取殷落梅对她的好感 被蒙在鼓里的落梅以为是公武社的局 今天的事倒没发生过 你心里不要有负担 此刻痛失小儿子的皇帝得知大儿子要娶妻勃然大怒 另外他也在担心掌握军权的外戚有一天会颠覆朝廷 慕容家的江山 玄烈不许任何人颠覆 果然不出所料落梅因刚才一世对太子有所改变 于是告诉他自己会在赐婚圣旨上写他的名字 如今慕容玄烈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忆 而李清经过治疗终于恢复了心智 随后他向清燕提出想要扳倒太子自己必须要见到锦王 很快清燕就飞鸽传书给锦王 自己被太子的人盯上不方便出王府 要想回到京城就要靠自己想办法解决 次日二人与村子里的村民告别后就踏上回昭京的路上 如今看守城门的护卫已经换成太子的玄铁位想要进京绝非一时 阿巧刚刚当上西燕少君的月秦也来大言 于是梅林便去找他求助 月秦给了梅林用来控制和取马的哨子 当马进城时梅林趁机吹响哨子制造混乱 借此机会两人得到顺利进城的机会 此刻的太子还在高兴地给阴家下品 当看到那个戴着面具的男子时太子心里很是紧张 如他所料 那个他永远也杀不死的慕容景和回来了 好久不见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了防止慕容景和揭穿自己 他提早一步让人不动声色地在香炉中动了手脚 另一边景王回来后第一时间去见了李清 并知道正是他为太子谋划了青州屠城的计谋 以轻轻笔写下自己与太子所犯的种种罪行 这张用鲜血写满的认罪书就是最好的证据 此时大仇即将得报 慕容景和与梅林还在双灵院一起憧憬日后的日子 并亲手在这里种下红果树的种子 可就在这时梅林体内的莫迈之毒再次毒发 景王着急地把赖头狼中找来 然而如今只有雪龙须才能救梅林的命 可这药草本是生长在极寒之地 中原要想留存必须要有雪龙须的种子 同时成为西燕少君的月情 你两国较好唯有想要迎娶炎任女子 而皇上也许诺倘若日后他寻得此女子 那自己将会用公主的礼仪送他出家 就在这时景王活着回来的消息传到宫里 皇上听到后喜极而泣 他连夜把慕容景和招进宫内 一进来景王就拿着那张认罪书诉说太子的恶行 但此时的太子并不害怕 因为他知道香炉中的药粉该起效了 只怕父皇不是真正的中风 而是太子行的也不嫌弃 皇帝被太子下毒导致昏迷不醒 为了不让景王接近他太子下令将城门封锁 梅林为了能够第一时间帮景王查明皇帝的病因 决定以身份险留在皇宫 原来早在之前太子就借助英贵妃之手将香粉放在皇帝请电香炉中 如今太子为了彻底将落梅留在身边 于是将皇帝中毒仪式栽赃到英贵妃头上 此刻躲在门外的梅林听到二人的谈话后 来到通往皇帝请电路上将宫女手中的香炉打翻 随后趁机将洒落的香粉包裹起来交到景王手中 经过郎中查看发现香粉与不要结合在一起才是导致皇帝中毒的关键 如今只有尽快拿到香粉的配方才能制作出解药 随后景王发现这香粉出自西安少君所制 紧接着他就找到月勤让他写下香粉的配方 作为交易月勤向景王讨要梅林 如今以他的处境根本保护不了梅林 本王的女人自有本王保护 然而另一边还有一个消息让景王很是头疼 那唯一能救治梅林生命的雪龙须种子 竟然在心机深沉的太子手中 为金之计只有扳倒太子才能拿到雪龙须 但要想打到太子就要先唤醒皇上 眼下配置解药容易 但要想把解药带进去确实难上加难 一旦让太子察觉 到时皇上就真的是危险了 或许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们 梅林知道燕妃每日沉时和有时 都会去荷花池放长生船为皇上祈福 于是景王便用特制的密信墨绘制了此图 到时可以借助长生船给燕妃传信 燕妃见到后便想把长生船拿到严明殿 可却遭到了贵妃的阻拦 无奈之下燕妃便找刘公公帮忙 此刻当看到那幅图的瞬间 刘公公就知道这里面并不简单 因为里面神像的首饰只有他与景王所制 刘公公把那幅画放在姜片和醋混制的水中 果然景王写的那句话很快显现出来 此刻刘公公知道了真正毒害皇上的就是太子 他把解药放到香炉中每日为皇上薰制 果然闻到气味的皇上有了反应 然而这里面早就布满了太子的耳目 并且还阻拦了刘公公想要传给景王的密信 没了刘公公 老三会找洛梅帮忙 给本宫盯紧了 如今刘公公被抓 但皇上的解药不能停下 梅林不惜冒险去西郊卫所见殷洛梅 洛梅知道这里布满太子的眼线 所以他不得不把景王的信给扔到火堆 殷洛梅现在是太子部 无论任何事情都会站在东宫里 然而太子没有想到景王早就混在士兵中见到了殷洛梅 慕容锦和把李清的认罪书拿给殷洛梅 并把太子弑军夺权的事情告诉他 而另一边太子对刘公公用了急行 逼迫他承认与景王合谋毒害皇上 就在这时殷洛梅突然闯了进来 看见他的一瞬间 刘公公把太子毒害皇上以及青州屠城的事情说了出来 哪知太子竟然丧心病狂地当着殷洛梅的面将他灭口 事到如今殷洛梅才看清 自己不顾一切信赖的人居然会是这个样子 殷洛梅为了死去的青州亡魂 为了一病不起的皇上 他狠狠地一下接着一下打在太子的脸上 然而身为太子妃的殷洛梅梅的选择 他居然违背心意选择站在了太子这边 事到如今只有西安的和亲公主 也就是大言的燕妃可以进入阎明殿 于是梅林决定亲自冒险进宫找寻燕妃 与景王告别后梅林就通过暗河一路游到芳华殿找到燕妃 随后把能够救皇帝的事情告诉了他 如今皇帝身边的侍卫全部都是太子心腹想要见到他绝非一时 燕妃只好将解药涂在自己的胳膊上成功躲过搜身 然而当年给梅林吓的莫迈之毒 此刻却成为了景王心中的一根刺 如今唯一能够解除莫迈之毒的血龙须却在太子手里 只有扳倒太子才能拿到他可是梅林体内的毒不能等 于是景王不想将唯一的毒株压在血龙须身上 为了让梅林多一条解毒的法子 他决定采取水质解毒法 然而这过程非常人能忍受 首先他必须先要服毒再承受水质撕药之痛 如今水质以死尊心尸骨的腾令他昏了过去 幸好郎中提前为他服下解药很快便会苏醒 就在此刻梅林发现前往严明殿的太子 为了帮燕妃争取更多的时间 梅林打算以身犯险将他引开 然而想要帮皇帝解毒必须要移住香的时间 梅林为了帮燕妃争取更多的时间 只能拼尽全力与太子的安慰周旋 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 但是他不能倒下 随后将长枪扔向一旁的太子 紧接着纵身一跃跳入湖水里 可是太子并不想就此罢手于是让人继续追杀 另一边苏醒的慕容景和得知水质已死 如今想要解除墨脉之毒只有血龙须 就在这时清艳将梅林被太子安慰追杀的消息告诉了景王 然而逃出皇宫的梅林终于坚持不住 当他坠入湖底之际景王将他救下 经过梅林刚才的一战 太子将燕妃软禁 还下令封锁了整个严明殿 景王担心父皇危在旦夕打算拼尽全力与太子一战 可是在此之前他必须先要拿到血龙须为梅林解毒 之后他便找到太子将谋害皇帝刺杀储君的事情拦到自己身上 然而太子却不满意于是让他写下认罪书召告天下 因这次攻城救驾生死 未捕慕容景和不想让梅林涉险 于是将身受重伤的他和血龙须的种子交给月秦照顾 慕容景和为了让梅林彻底死心 随后将自己是暗藏主人的身份告诉了他 从你十年前刺杀本王的那一刻开始 你就已经成为了本王的死期 可是梅林并不相信他说的话 因为自己能够感受到他的真心 为了让梅林失望景王拿起弓弩瞄向他 就在这时月秦来到梅林面前将他带走 然而当梅林离开时却看到太子的人包围王府 这才意识到景王这样做事为了救自己 此刻马车内的药效令他浑身无力昏了过去 因为只有这样做月秦才能带他离开 随后景王就被太子按上谋夺皇位刺杀储君的罪名 还要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将他问着 可是令太子意想不到的是景王早就让青燕在此设下埋伏 为了取得一线生机景王让人敲响冲锋 这样一来身为将军的殷洛梅便会执行自己的责任 不仍景和为了帮父皇解读不惜与太子进行厮杀 因为想要让父皇苏醒他必须要用自己的身躯拖延半炷香的时间 然而被权力冲昏头脑的太子不再顾念手足之情对景王痛下杀手 当慕容悬烈以为自己的计谋得逞时 苏醒的皇帝出现在他面前 如今太子只能放手一搏随后拿剑刺向皇帝 就在这危急关头景王挡下了致命的意见 此刻身负重伤的他再也坚持不住终于倒下 然而身为将军的洛梅却选择守护大炎江山打算与太子拔剑乡下 因慕容悬烈是负杀兄谋权夺位被关入赵路 另一边与月勤前往西燕的梅林 得知慕容景和受重伤昏迷不醒选择回到他的身边 经过治疗景王保住了性命 可是失去梅林的他已经没有了求生的欲望 马不停蹄赶路梅林终于来到奄奄一息的景王身边将他唤醒 三子碎了说好了要用一辈子来换 如今梅林被月勤用少军妃的身份保住了性命 此刻他与景王已恩怨两亲 可是西燕主君认定他就是月昆仑神女 于是让二人务必在神诞日之前回到西燕 否则月勤的少军之位不保梅林也会有性命之威 梅林为了报答月勤的恩情答应跟他一起回到西燕 此刻梅林望着人群希望看到自己期盼的身影可是终究没有出现 殊不知景王已经拖着虚弱的身躯出现在他的身后 如今他已经彻底的失去与自己相守同行的梅林 不久皇帝便下令将火烧青州嫁祸威北军的太子罪计当诸 所有枉死的威北军战士次林克贝尔青州免赴三年以继亡魂 殷洛梅因纵容太子加害忠臣 被罢去将军职位贬为似乎参军无照不得返金 如今慕仁景和终于为死去的威北军兄弟报仇血恨 随后殷洛梅身穿嫁衣来到狱中探望慕容玄烈 其实洛梅已经深爱上了这个为自己默默付出的男人 虽然太子心机歹毒坏事做静但他对殷洛梅的爱是无私的 望着他手里的毒酒他毫不犹豫地喝下 其实慕容悬烈此生最不后悔的事就是爱上殷洛梅 最终他心甘情愿地死在自己喜欢一生的女人怀里 然而慕容景和心中仍旧放不下梅林 他不仅派人暗中护送梅林平安到达西烟 更是为了重振梅林的家园 自请去青州与西烟一起开通护士 临走前慕容景和把两人当初一起种下的红果移植到花盆 因为他曾许诺过梅林要让整个青州都开满代表希望的红果树 答应你的事至少也要完成一件吧 月秦知道当初假借神女之名 把梅林取回西烟是为了帮他脱险 他承诺等两国成功互事后就会与他合理 到那时财国入库西烟王就会相信他是真正的天选之人 也就不会为难梅林离开西烟 梅林以宗朔郡主的名义拜见了西烟王 虽然西烟王对他很满意 但一旁的将军却对梅林这个凭空冒出来的郡主产生怀疑 为了打消他的疑虑 月秦直言郡主本是青州人 当初自己任职青州王室他便在自己的府顶 并且全府上下以致百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这是十年前儿臣府中家定奴仆的详细名录 还请父君过目 其实月秦早就料到有人会质疑梅林 所以他早早的就准备好了这份名册 事到如今西烟王当众宣布 惠则梁臣即日正式册封宗朔郡主为西烟的少军妃 然而按照西烟习俗 身为神女要在身上承受穿心之痛 此时月秦以日月昆仑本是一体为由 不惜出面替梅林担下了这疼痛 可尽管如此难熬 月秦也没有对梅林说出事情 为何不让少军妃知道呀 这本来就不应该是他所承受的 另一边景王到了青州后 他第一时间就是为梅林修复簪子 他到处寻找与簪子相似的原石 然而这世上本就没有两块一模一样的石头 所以找起来并不容易 慕容景和找了十几个矿洞 才找到和簪子看起来相似的石头 于是他拿回去细细雕琢直到把簪子复原 闲暇时间更是不忘照料那株 已渐渐长高的红果树 当他看到西燕来青州使者的名册上 有梅林的名字时 锦王第一时间跑去西市寻找他的身影 但当他拿着簪子找到梅林时 听到的却是梅林口中 那再也不喜欢石簪的话语 此时此刻慕容景和才意识到 或许自己真的要永远一师所爱 年过半百的老皇帝 终于与他的小娇妻有了孩子 本来燕妃作为和亲公主 比老皇帝小了两轮不止 皇帝从一开始也没有打算宠信燕妃 因为燕妃性格单纯天真烂漫 皇帝害怕自己死后 他在后宫无依无靠 所以只是将他当女儿一样养在后宫 而且早就替他安排好后路 准备在他百年之后将燕妃送回家乡 可经过太子谋逆一事 燕妃发现自己爱上了对他百亿百顺的皇帝 为救皇帝他不惜烧伤自己的手臂 却没有向皇上邀功讨赏 皇帝也感受到燕妃的真心 却不敢接近这个单纯的女孩 只是让人送去各种奇珍异宝 感谢他冒险救假 却不料燕妃尽大胆说出了内心的想法 只求向皇帝表白 这一刻两颗真挚的心终于交融在一起 不久后燕妃有了身孕 太医却诊出她的身体不适合怀孕 恐怕生产时会有危险 皇帝担心燕妃本不想要这个孩子 可燕妃第一次做母亲高兴不已 无论如何她都要生下这个孩子 她给梅林和月琴写信报喜 让他们一起分享这份喜悦 此时的梅林二人正在青州与刺史商量两国贸易仪式 进入刺史府她看到院里熟悉的花草死不了 还有她和锦和一起种下的红果树 才知青州刺史原来是锦和 锦和将修复好的簪子还给梅林 本想趁此机会解释之前的误会挽回爱人 可梅林却表示之前的一切都已过去 梅林转身将簪子放在母亲坟头 这一次她真的要放下过去往前走了 直到这一刻锦和仍不死心 她无法割舍他们之间的感情 月琴却劝她放过梅林 如今他们已经陌路再无可能 看着曾经的爱人成了别人的妻子 锦和心如刀脚却没有资格再阻止 很快他们在青州的计划就遭到西烟将军明居破坏 明居为了挑起两国战乱 故意在他们卖的香料里下毒 意图将月琴从少君置位拉下来 却不料梅林以青州人的身份摆平了这一切 为了消灭虫灾 梅林和月琴把去虫香包挂满矿洞 同时锦王得知背后操纵之人 就是自己的手下败将明居 而她此番明显是冲得月琴挨的 当得知梅林在矿洞时 她马上命人赶过去 然而梅林与月琴被爆炸后的碎石分别堵在里面 为了救出梅林 月琴急着去寻找另一个出口 但梅林却在里面被毒虫围攻 因伤着眼睛梅林只能摸索着走路 好在正好碰到同样来寻她的慕容锦和 只见她轻轻地为梅林蒙上眼睛 然后用一根木棍牵着她往前行走 当把她带出洞口锦王悄悄地躲在后面 因为她不想让梅林觉得亏欠自己 直到看到梅林被月琴发现她才放心离开 回去后的月琴查到背后的黑手是明居 于是她马上命人去找西燕的大祭司 让她在西燕王祭司时把上神的旨意显现出来 紧接着大祭司装模作样的 说这是上天在暗示王上朝中有人正在行谋反之事 为了削弱明居的兵力 西燕王命她抽掉一半兵力交给月琴 并让明居帮着月琴修建长生塔 醒来后的梅林知道青州百姓并没有原谅锦王 于是她便找到幼年时的李叔 也是整个青州最有威望的老人 梅林把当年太子找人假扮威北军放火屠城的事说了出来 她直言今天的刺史就是当初的威北将军 她下令威北军的刀口不能面向百姓 当年也是因为她带领威北军守护青州到最后一刻 才让百姓有了足够的逃离时间 梅林告诉李叔 慕容景和之所以要立万人碑 是为已故的亲人照亮回家的路 知晓一切的李叔把自己的雕刻手艺传给锦王 让他亲手把百姓的名字刻在石碑之上 第二天梅林和李叔在青州百姓面前为威北军证明 并把那牺牲的一万三千名将士的名字也刻在石碑上 至此慕容景和才算真正的做到百姓心中的威北将军 在锦王的治理下青州的贸易恢复迅速 他不但修复了水利桥梁 还让青州的百姓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 皇上知道后很是欣慰 他把十年之前收走的威北军虎服和军器还给锦王 另一边的西燕王信奉神明追求永生 他让日月昆仑也就是月勤与梅林 拿着护士的财帛去青州圣山为他点燃长生灯 虚无缥缈的长生真的比活生生的紫灵还重要吗 月勤和梅林将会从东西两边各自上山 并且整个上山的路程两人都不能脚踏足底 要有专人抬他们上去 等里程后才能点燃长生灯 然而明居的人早就趁乱混了进去 还在上山时故意摔倒梅林 说上神根本就不承认梅林神女的身份 神明根本不认他 就是我们强行上山 可能要遭天浅啊 然而梅林的脚不能粘地祈福的时辰更不能错过 就在梅林着急之时 一个戴着面具的男子蹲在前面背着他前行 梅林知道他就是慕容景和 这段崎岖的山路也是两人一同前行的最后一段旅程 月勤好不容易劝父王同意与梅林合理 哪知就在这关键时刻 能救梅林性命的雪龙须 却被明居抢走以长生的名义献给西燕王 当听到吃了雪龙须可以永生时 西燕王没有丝毫犹豫地要吃下去 但刚到嘴边就被闯进来的月勤阻止 这雪龙须必须得有特殊药材配物 熬之后附下才有长生之效 此刻一旁的明居直言 他明知道王上到处寻药 为何他还要隐藏雪龙须的下落 言外之意就是诬陷月勤想要谋反 虽然没有证据 但这话足以让生性多疑的西燕王产生怀疑 同时得知此事的大祭司赶了过来 他直言月勤说的并没有错 雪龙须不但要熬制后才能食用 还必须要日昆仑在阳气即盛时 亲自熬制才能有长生的效果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谋反之心 月勤表示自己愿意承受四十九道天行 若儿臣扛住这天行 便证明儿臣对父君绝无二心 结实儿臣亲手将雪龙须献给父君 这一道道鞭子狠狠地打在月勤身上 此刻他的后背已经变得血肉模糊 但为了没灵 月勤愣是咬紧牙关死死扛住 然而这恰到好处的雷声 也让众人觉得是天神发怒 而月勤是被冤枉的 可就在西燕王相信神明时 大祭祀却无辜身亡 地旁的明居再次站出来诬陷大祭祀 说他这是因欺瞒王上而受到天神的惩罚 眼看事情逐渐失控 月勤急着说大祭祀是被人陷害 请王上赶紧查明真相 如今少君还替大祭祀讲话 能不成真的私下与大祭祀串通 共同欺瞒你的父君 最终西燕王并没有废掉月勤 但也没有把雪龙絮归还 而是当着他的面把神草吃下 这一颗月勤绝望了 因为梅林生还最后的希望没了 回去后月勤不顾自己的伤势 用冰块为梅林降温 还找到大巫想到换血的凶险之法 为了找到与梅林血液相容的人 月勤抓来很多无辜的百姓挨个测试 尽管找来血奴为梅林延续了三个月的生命 但却始终都无法跟除莫迈之毒 我有雪龙絮才能跟除莫迈之毒 他只有三月受命 三月过后就算雪龙絮也无力回天 梅林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他跟踪月勤来到地牢 救下了正在被放血的阿依 此刻阿依已经无力回天 看着盆中的鲜血 在想到之前大巫说过的话 梅林知道了一切 就在他把阿依带出去时 结果迟是被赶来的月勤打云抓了回去 而且还封住了武功 非你武功是为救你 见月勤执意要用那些无辜的女子来救自己 梅林决定假死 只有自己死 那些人才能不再受到伤害 于是故意将月勤引出皇宫 然后和阿依联手演戚上吊字眼 西烟王只觉无比惠气 获不及待让阿依赶紧把梅林尸身送走 你快带回大眼入图 免得赃污了本王的长城之地 等月勤赶回来梅林已经不见 立马要去寻找梅林 结果却被父皇用铁链锁了紧 另一边的锦王一直担心梅林 他拿着拜帖想要去西烟 确定他体内的毒是否一解 可当慕容锦和到了西烟 看到的以及听到的 却是一个很是不好的消息 怎么了 你们唱的什么 越克龙 谁愿西沉了 慕容锦和激进疯狂地挖出梅林 不知梅林是假死的 他痛不欲生 就这样背着梅林走在大街之上 百姓窃窃私语 他完全听不见 怎么背的是死 那姿势带着挖他们的传言是真的 而西烟的月勤未去见梅林 直接坦断自己的手 先前假死的梅林 被慕容锦和挖出来背回了家 和梅林的尸体一同生活 因为他不愿相信梅林就这样死 可当梅林吐出鲜血 慕容锦和终于蹬不住 得到医师确认梅林真的死了 慕容锦和终于死心 于是穿上了洗服 准备自已随梅林而去 关键时刻清艳拦住了他 同时自断一手的月勤也打来要见梅林 慕容锦和直接冲了出去抱奏月勤 明明他答应恢复着梅林 结果才一个月梅林就死了 而趁着此时 阿姨和阿家偷偷偷走了梅林 因为梅林是用足钉封住了自己的气脉 七日后拔钉就能醒来 这只身体不掉了 得知梅林的尸身丢了 慕容锦和急得直接疯了 可下一刻医师告诉他 梅林没有死 因为血趴上吐出的血 是活人才有的 慕容锦和立马追了出去 发了风扮穿着洗服满大街寻找 最后终于在桥头 看见他心心念念的梅林 此时的他误以为梅林莫卖毒一解 还认为梅林不想再和他有瓜葛 于是选择默默守护 只要每天能看见他 他就已经足够 可明居派来的奸细 却将他们又推到了一起 为救梅林慕容锦和被伤到血流不止 让梅林终于知道慕容锦和为给他解毒 用身体扬紧 也终于知道血龙虚种子是他交给的月琴 而慕容锦和也才知道 梅林竟然被废去了武功 立马派清燕去调查梅林在西安到底经受了什么 而梅林还活着也被明居的手下探讨 立马派人去青州抓回梅林 这样就可以用梅林要挟月琴 同他一起攻打青州 同时也将到来的洛梅一同抓了回去 而此时月琴的断手已经被医师接了回去 可刚醒来就收到大阎皇帝的密信 妹妹子顾流产大珠穴已经死去 只是要等他稳固地位才能大办丧事 要不然西安王肯定会借此攻打大阎引起战乱 最重要的人全部死 月琴彻底崩溃 可下一刻明居就告诉他梅林还活着 目的要拉他一同拿下青州 为了获得明居的信任 月琴假装答应 又提出用梅林和阴洛梅引慕容锦和前来将他除掉 让明居终于相信了月琴 慕容锦和到时 却让他只能带走一人 慕容锦和选择了救洛梅 正是如梅林所愿 因为太太就要死 慕容锦和刚走 明居就要下令诛杀慕容锦和 月琴立马拉过梅林 偷偷拿出准备好的匕首 梅林心领神会将他减 逼得明居只能放弃杀慕容锦和 而慕容锦和立即将威北军腰牌交给洛梅由他掉进去 自己拼命回去救梅林 而梅林直接推开月琴跳下了悬崖 慕容锦和急得也跟随跳了下去 看到慕容锦和为救自己不要信任 梅林终于不再压制自己的心理 两人终于重归于好 可明居却以青州圣山是长生之地为由 慌骗到西安王下令拿下青州 大战一触即发 明居城门前围攻 后面又放火烧山 将慕容锦和他们前后夹击 而如今慕容锦和的心为北军 只有一千人还要分出一半灭伤 根本阻挡不了意 于是让洛梅去搬援兵 为了抄劲道 洛梅选择从西安小队营杀出去 结果却被刺伤眼睛 可他还是没有停下 为了能拖到援军到来 慕容锦和决定夜袭西安军营 只要拖到天亮援兵就能打完 可最后却被西安小兵发现 无数西安兵瞬间冲了出来 将他们团团围住 将士们一个一个牺牲 最后清燕也被钉在了柱子城 为了救慕容锦和逃离 清燕硬生生将自己爬了出来 又打破酒盘让自己沾满酒水 最后冲过火团朝炸药堆扑了过去 巨大的爆炸让他和周围敌军同归于尽 等炸猛的慕容锦和起来 清燕早已化为灰景 而此时月秦也偷偷给他送来马匹 让他赶紧逃离 经此一出终于拖到洛梅搬回援军 可洛梅却永远失去了一只眼睛 明居见援军到来赶紧逃跑 慕容锦和立即带队追击而去 一枪射出刺穿明居的身体 西燕军瞬间群龙无首 月秦立马现身 以西燕少军身份并所有将士撤回西燕 大战终于结束 他们终于护住了青州 可梅林的毒也彻底发作 倒在了慕容锦和的怀里 此时慕容锦和才知道 原来梅林的毒根本没有锦 于是带兵上山疯狂寻找雪龙须 可青州大火以后 雪龙须就绝界 任凭慕容锦和翻遍山头 也看不见雪龙须的眼睛 如今郎中师真帮梅林压制毒脉 可是最多只能延续一个月的时间 再次昏倒就是大限之日 此刻崩溃绝望的锦和 则怪自己当初不该对梅林下毒 其实梅林早就原谅了锦和 她不希望因为这件事 令她自责难过 能和你相伴之亲 我真的很执着 为了不让锦和留有遗憾 梅林答应与她成亲 就这样二人在亲朋好友 和村民的见证下喜结怜恋 不久后梅林就在锦和的陪伴下 安详地离开 想到自己彻底地失去梅林锦和悲痛万分 就算没有青州大火 命运也终会让我们相遇